星期一 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的纪念日 在不平静的抗议声中度过 部分抗议者冲击并且短暂占领了立法会 警方再次动用催泪瓦斯驱散群众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紧急地在凌晨4点召开记者会 她谴责违法暴力的问题 但是国际评论认为 港人的愤怒达到了临界点 占领立法会是民怨爆发的表现 我们如何解读香港的反送中抗议的全面升级 而国际社会又该如何继续关注香港的未来呢 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 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 就香港最新局势来进行热点快评 第一位为您介绍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 是香港职业律师 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 桑普律师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 通过skype连线参与讨论的是 中国时政评论员 也是恒河评论节目的主持 恒河先生 恒河先生您好 欢迎您 郁文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 两个话题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首先我想先请在香港的桑普律师 来跟我们谈一谈 那么昨天夜里 其实从昨天香港的下午开始 很多人都紧盯着这个电视的画面 在关注着这些包围立法会的抗议者 那么他们采取的一些行动 那么很多人也非常的担忧 担心事态的演变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在夜间 他们冲击进入了立法会的情况 还有遭到了警方的驱离 很多人想要问的是 进入了这个经历了两场 非常和平的百万人的 和平示威游行 为何在七一这一天的这场游行 会变成如此的暴力 全面的来升级呢 我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么久以来 三个礼拜以来 香港政府就林郑月娥 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一个善意的回应 是给这些示威者答应他们五大诉求 分别是撤回送中二法 就是林郑月娥下台 撤下暴动的兵性 还有那个追究开枪的责任 还有更重要的是那个 来释放背部的意识 那所以我觉得这五点 因为他完全没有半点松动跟答应 所以香港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是写记方纲 也是觉得说 一定要换一个方式来试试看 你看看第一次6月9号103万 第二次6月16号200万 那就有很多人 有起码三人 因为反送中的东西 就是跳楼轻声了 那他们疑言都是跟反送中有关的 那再加上你看到 各种各样的不合作运动 也替不出任何的涟漪 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做 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 是不是可以说有些破框一点 但是还是守得住的行动 你看看这一次 那个7月1号晚上的那个冲击行为 我们称之为香港版太阳化的事件 那这一次占领立保会的行动 为时可能只有几个小时 但是冲击波非常大 因为整个立保会大楼也受到破坏 这个是无用之谜的 但问题是 整个行动里面 他们守住了两条底线 也是到现在为止 香港跨党派的民主派 跟本土派的成员 都是支持这些学生的 第一个 没有死人 没有人命的丧命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人因此而死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第二个是说 他守住的底线 是仅限于政治目的所做的 羞辱立保会尊严 跟羞辱特区政府尊严的行动 比方说撕毁基本法 土毁那个区灰 甚至碰上漆商的一些 撤毁或者林郑月娥下台的视野 但他们捣毁的东西 某程度上是那些封锁的 一些板格玻璃等等 但问题是 他们没有去示意破坏周边的建筑物 比方说旁边有些快餐店 都没有受到波及 这跟法国那个黄辈心的运动 完全不一样 众所周知 法国黄辈心运动 涉及到旁边无辜的商家 甚至交通灯 甚至一些公共车司 但这一次没有 完全针对立法会里面破坏的 甚至你看到 里面的一些立法会主席的 前主席的画像 只是那些在97年之后 立法会主席的画像 才会突兀 其他在港英时代的 完全圆风不动的 所以他们是有针对性 不是那种盲目的 那种攻击 所以这一次 为什么他这样做 他想升级 希望换取国际的注意 希望换取那个 有关当局的注意 而且改变 这个才是他们想做的 那这一次破坏行动 以后怎么办 以后我们再分析了 好的 那么恒和先生 您的看法呢 刚刚桑普律师说 这一次抗疫群众 依旧守住了两条底线 希望引发国际间更多的关注 您怎么看 您觉得占领立法会 是一个好的办法吗 在另外一方面 也有人担心 国际间本来同情 关心香港局势的 这种舆论情绪 很有可能会因为 在昨天夜里 看到了冲击立法会的场面 而有所转向 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我倒没有这个担忧 因为像这种事情 最重要的是港府 林郑月娥和这个港府 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 不是说没有回应 就是没有正面的回应 四条主要的诉求 没有一条是答应了的 所以说运动 能够做两次 百万和两百万人的 这么和平的游行 这已经是世界上 非常罕见的了 其实在西方民主国家 这种这么大规模的游行 当然它不会有这么大规模了 但是一定规模的游行 很少有这么和平的 所以说港人他自己的 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 他们的素质 但是在没有回应的情况下 一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 像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注意到了立法院的 但是却很多人忽视了 就是55万人游行 其实和前面两次游行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还是非常和平的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我个人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尽管针对的是同样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运动的主要特征 它就是没有主持 没有领导 是网络型的 因此这个呢 它的好处呢 是这个港府和这个做秋后算账 就针对领导人的这个秋后算账 可能做不到 但是呢 它的缺点呢 也是因为没有组织性嘛 没有组织的话 就很难控制所有的人 因为总有人想法不一样 那当这个没有回应的时候 或者你可以说 甚至是绝望的时候 那总有人是跟大家想法不一样的 这个你没法避免 所以外界不是说 你做什么事情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没有办法的 唯一的办法呢 是给港府施压 就是国际上 国际上唯一的办法 向港府施压 要求港府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 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其他的那些 你就是再怎么说 还会有人出来的 这个也不是什么 你批评或者谴责 你喜欢不喜欢 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总是要发生的 就在任何国家 任何场合下 发生的事情 你是没有 外界是没有办法去评价它 或者是来试图阻止它的 这是做不到的 问题不解决 这个事情总要发生 是 我们再继续回到桑普律师 桑普律师 刚刚我们的驻港记者也报导了 就是说 针对昨天的这个冲击立法会 占领立法会的这个事件 其实在香港的社会里面 也有很多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大部分的人都说 他们是不赞同这种 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情况 但是他们可以理解 而且也尊重这些抗议学生 他们必须采取类似的做法 来引发国际间的关注 可是不少人更担心的是 这样的一种发展局势的演变 是否可能给港府或北京 一个借口或理由 未来采取以报制报 或者您刚也提到 秋后算账的情况即将到来呢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我也读到 有一位评论人写的 就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 有些人说 如果说这样子 导致北京出手 会不会弄桥反拙 那到时候想去和平 示威游行都难了 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很简单 答案就是说 未来的东西 未出现的东西 我们先害怕了 这个东西 我们所有东西都做不了 那更重要的是说 现在是整个国际 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你看美国特朗普总统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对香港的遭遇 非常的伤心 有些很奇怪的传媒 他们就说 是为了那些冲击人的 冲击的理由 而感到伤心 这个说法是完全翻译错误的 你看到前文后理 美国政府的标准 是很一致的 他觉得说 香港人应该争取民主 有些国家 就尤其暗示中国 不给香港民主 这个是特别 让人家伤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相信 民主是最好的价值 你看看这个东西 是很清楚的 当然你看到 美国商会 欧盟商会 还有那个 美国的 那个John Bolton 博尔顿 他也说过 就是反对暴力 应该用和平理性来处理 但是我从香港人的角度 来讲讲这个是 我们和平了这么久了 我们争取了什么 争取到了什么 那问题是 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解开这个结的 就是刚刚好像 刚刚评论人所说的 就是在于香港政府 尤其中国政府 能不能够 就是把这个撤回两个字 说出来 你说出来 基本上解开了一个大结 之后林郑月娥要下台 解开第二个大结 这两个东西 能够做得到的话 我相信很多的民生 可以得到某程度上的平息 但现在没有 完全没有 那他们升级的行动 也没有过了一个 非常的重要的红线 所以我觉得说 为什么激起很多的 那个传媒的注意跟支持 甚至是以前 从上和理非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那个泛民的人士 泛民主派的人士 也是支持这一些 以前他曾经骂过的 勇武派的那个表现 是因为说 香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已经到了危急 存亡之秋了 如果我们现在 还没有办法去灵活应对 我们香港常常说 be water 就是因为抄袭李小龙 说的一句话 让我们上善落水 这样来抗争的话 那我们就是一定会被覆灭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 聪明的 有智慧的 应对这个挑战 好的 那么最后我想 还有几分钟时间 我想请我们的恒河先人 来谈谈这样的话题 当然很多人看到 香港的局势发展 非常的关注 也非常的担忧 更想知道的是 未来会如何的发展 那么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他在六月中旬的时候 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 标题说 要回复香港的平静 何妨是一是民主呢 那么里面的报道还提到说 中国的前领导人邓小平 曾经说过 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 要有这个自信心 为什么习近平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自信 放心 放手呢 其实也不仅仅是习近平的问题 对香港的这个侵蚀和蚕食 已经从1997年开始 就没有停止过 它是一步步加强的 2003年的时候 23条基本法的立法 然后是这个教科书事件 然后是国旗事件 然后呢 是这个 这次的这个送中条例 实际上是 就是从中共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可能是在某一任领导人 当政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做得比较缓和一些 或者是隐藏一些 但是这样是没有停过 就是中共它对香港的这个 自由的侵蚀是毫无疑问的 香港它本来就没有民主 这是肯定的 就是说它是这个自由和法治是最主要的 但是呢 这个它的这个现在这个 关于自由方面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新闻自由 还是出版自由 现在是最明显的被打击 就是说它在不断的蚕食的过程当中 造成这些现象的 它都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香港 邓小平所说的香港人能治好香港的话 它讲的还是一个代表北京当局来治理的意思 并不是说真的让它 反正是留给后人吧 邓小平这点是比较含糊嘛 就是留给后人去解决 但是后人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因为不是说香港以前没有民主 现在为什么要争取民主的问题 是你把其他东西都侵蚀完了的时候 人家才想到 也许只有民主才能够把我们失去的那些权利 都争取回来 或者是减少它 不让它进一步的失去 是这个问题 所以并不是说哪一个领导人 就能治好香港的问题 就是香港的前途最终 现在是保留它现有的 就尽量的不要被侵蚀的这么快 但是最终它要基于 真的是在全中国实行民主 就是说这个中共不在了 不再对香港有这种侵蚀的 这种作用的时候 香港最终的未来才能够真正的保障 中共不会给香港民主 本来就要把你都去掉 怎么可能给你民主呢 你本来已经有个台湾放在那里做榜样了 现在再加个香港在那里做榜样 中共肯定受不了的 好的 我们今天有关于香港局势的分析探讨 非常感谢二位为我们所做的热点快评